沃尔玛神情疑惑 最后对我总结说道 抱歉 诚意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对这个答案失望 反倒是望着沃尔玛说道 我其实一直都在疑惑 阮青秋所在的势力 为什么会受你为徒 如今 我有一个猜测 你必须老实地回答我 好吗 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灵觉非常的出色 是的 至少我师父是那么说的 灵觉出色的人 都是有天分的人 不说别的 至少代表了灵魂强的 灵魂强 可惜 诚意 你知道 我的家庭 可是罕见的独生家庭 用 用你们华夏的话来说呢 我 我可是一根毒苗苗苗 我一年中 要有很长的时间在印度 偶尔才能去 沃尔玛的神情得意 他仿佛已经忘记了下午受伤的事 开始滔滔不绝 我感觉像是有一群乌鸭 在沃尔滨刮扫着 我忍不住说道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用给我解释 你为什么在道法上 那么菜的事 我觉得 我没有兴趣知道 的确 沃尔玛在道法的各个方面 都很菜 连最简的基本守绝和布钢 都很勉强 更别提那高级的术法了 但他忘记了 原因他曾经说过 第一 入门时间尚短 第二 能够休息的时间有限 他的家族 有很多事情 也需要他的处理 这样突然出现 就像一个短暂的插曲 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没有注意到 娇尼大爷的脸色 在那个时候变得难看了几分 也没有注意到 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或者下午的遭遇 让我们心有余悸 没有那么想睡觉的意思 接着我们又开始喝酒 谈天 商量之后的行动计划 时间不知不觉地 指向了十一点 河面上 不知道为什么 起了大团大团的白色雾气 在这之前 我又听见了好几次 断断续续 不顺分明的歌声 可是因为没有任何影响 我不想加重大家的心理压力 所以 没有再提出来 其中有两次 苏尔玛明显也有动容 但是被我暗示阻止他说出来 因为这个歌声 终于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在进入这段河面之前 星格给我说的那个传说 一个殉情的女子 日夜的游荡 杀人的动人歌声 好了 我想 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了 明天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这女大爷显得有些异象阑珊 终于在喝完手中的威士忌以后 提出了要休息 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下意识地 看了一件手表 刚刚十一点点 面对九尼大爷的提议 大家或许也是感觉到了疲惫 纷纷说好 但是 却在这一时 一阵从未有过那么清晰的歌声 从河面的深处传来 这歌声的声音很小 但却是如此的清晰 那是一首印度歌曲 曲调不像普通的印度歌曲 那么欢快 反而又一种说不出的淡淡哀伤 而唱歌的女生 是那样的空力 缥缥 夹杂着强烈的个人情绪 那是一种绝望的哀伤 让人在瞬间 也就跟着悲伤了起来 尘业 夜里十一点以后 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会出现 人要懂得避讳 所以每晚最好在十一点钟之前安睡 如果不能做到 也尽量做到 不要在十一点以后出去晃荡 不是说一定怕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是应有的尊重 师父的话再次浮现在我的心中 那是小时候他给我讲的 对万事万物 敬畏时所说的一句话 可是在我长大以后 却发现越大的城市 越失了这种敬畏 药也没有用 因为人气太过集中 人类强势的碾压 有些存在的空间 它们不出现了 敬畏也就不需要了 原本这样的话分是平等而公平的 白天和黑夜各自的存在 我不知道 在大的城市里 这样的事情到底算好还是不好 抛开这些杂乱的想法 我依旧朝甲板走了过去 十一点 出现了吗 这一次不再是我一个人听见了 而是所有的人都听见了这艾婉的歌声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最怕的自然是沃尔玛 他躲在大家的中间 有些瑟瑟发抖 其他的人反应不算大 只是有些疑惑 可是 我 陆珊 成新歌 这几个人全是不一样 从够有的神情上来看 我们被勾起了心事 想起了失去的恋爱 一种苦涩的绝望 开始在心中翻腾 我知道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 蓬莱号停在安全的地方 而我们 作为修者 都被这远远传来的歌声 勾起了情绪 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所以我大声的说了一句 不要认真去听 大家默认尽情绝 却不想我的话刚一落音 刚刚还怕得瑟瑟发抖的沃尔玛 和比他好不了多少的心格 忽然神情变得迷茫起来 然后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这里正是甲板的边缘 朝着那边的河面 阻止沃尔玛 Johnny大爷的声音传来 他的神色哀伤而痛苦 但是他一板拉住了心格 随便抓起身边一瓶 没有喝完的酒 劈头盖领就朝心格道去 而我 也会阻止一瘸一拐 走向我这边的沃尔玛 拉住了他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心格和沃尔玛顿时清晓了过来 成清歌踏上甲板 大声地开始诵读道德经 作为一个修者 成清歌肯定是有念力 抛开这个不说 道德经本身的经文 就有一定的说不清楚的力量 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在诵读的时候 自然可以抵抗歌声带来的影响 这样对于沃尔玛和心格这种 做不到口诀精心的人来说 是最好的一种帮助 歌声仍然在继续 我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因为不用开天眼 我也看见了 在河面上那一大团 一大团的白武之后 走出了好一些 有等的鬼物 显然 长久地困在这条 充满了凶力之气的河面 这些鬼物 都不再是普通了 而是有了一定能力的鬼物 虽然达不到厉鬼的境界 但是随便哪一只 让普通人遇见 并且冲撞到了 都是轻则大病一场 霉运缠身 重则丧命的 他们大多数 还保留着生前的形象 一看就是典型的印度人 从衣着上来看 应该是水手一类的人 不过这些穿着 还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时间跨度不小 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时光 随着歌声的回荡 他们的脸上 有陶醉的神色 可是目光中 却有着不可言说的痛苦 畏惧 以及是浮现于表面的凶狠 他们在和面上楼档 在雾气中的身体 看起来是如此的虚幻 没有了充满血气的阳身 他们的脸色 就如同其他鬼物一般 苍白到了恐怖 其实对于 见多了鬼物的我来说 这些鬼物虽然凶狠 但模样却不算吓人 而是对于星格和沃尔玛来说 简直就是一对 当然了 毕生胆量的挑战 比起沃尔玛来 星格这个人的普通人表现 倒还好一些 他还能勉强地站到娇女的身边 只是忍不住捂住额头 不停地说道 我的天哪 但愿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 可是沃尔玛却已经哭蝶喊娘 摊在了慧根的背上 不 冒险一点都不好玩 我讨厌那该死的 张巴里亚的大鱼 也讨厌这些影子 是影子吗 他们 他们是影子 冷静一点 至少我们现在是安全的 我微微皱眉 低沉地说道 我可以遇见 我们这次的行动 可能有了一点的变数 确切地说 在我们的目标之外 还有别的存在 那个女鬼 看来传说是真的 我只是难以想象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巧合 一个地方竟然有两个可怕的存在 关键是 他们要怎么相处呢 在我的沉思中 已经有一个鬼屋 靠近了我们的蓬莱好 见到这种情景 心格已经站不住 而沃尔玛这个没用的家伙 已经开始惊声尖叫 我很淡定的就站在家门边上 而惠根不得不安抚 沃尔玛说道 你根本就不用害怕 在这儿无论是谁出手 这样的鬼屋都是可以轻易收拾的 我觉得 其实你的叫声可怕多了 这惠根说的的确是实施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说 根本就不用怕这些鬼屋 所以才能那么淡定 没有什么好紧张 而那个靠近蓬莱号的鬼屋也奇怪 就如同没有看见蓬莱号的存在一般 在我们停泊的水湾处附近 游荡了一圈 又游荡到了别的地方 师祖留下的法器果然神奇 找出一处生机之地 就真的是凶险之中的真正福地 连普通的人在这里都能得到庇佑 他们不敢来这里 我想我是好多了 我感到这一次冒险之后 我的胆子将会比天还大 这沃尔玛终于是然直了 停止了他那可怕的好酒 而星哥脸上的血色还没有恢复 一直在喃喃地说道 原来 这传说是真的 其实啊 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等歌声停了 我们就去休息吧 或者 现在也可以休息 不过星哥 你来和我一起睡 沃尔玛和萧成钱一起睡吧 我安排了一下 毕竟有我和萧成钱 两个山子脉的人守着 也不怕他们被歌声影响得太深 而且看这样子 那歌声也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因为我直觉那个发出歌声的存在 能力远远不尽于此 去睡吧 不知什么时候 一脸疲惫的焦尼大爷 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 在甲板上坐下 开口算是做了一个决定 在我们之中 焦尼大爷有着绝对的威严 所以他做的决定 我们自然不会反对 各自都去睡了 只是我的脚步迟疑 看着焦尼大爷说道 焦尼大爷 这里面 有着什么故事吧 焦尼大爷 又出现了下午时的那种暴躁 他对我说道 没有什么该死的故事 有的 只是一堆毫无趣味的烂网事 谁也不愿意去想起来 谁也不愿意去提起来 你呀 还是去休息吧 我不想试图去挑衅 焦尼大爷的脾气 尽管心中一肚子的疑问 但到底还是回去休息呢 事实上这一夜 我睡得并不是很好 因为在船舱中 我听见了焦尼大爷唱歌 还有哭泣到大半夜 那歌声 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的曲调 应和着 河面那个神秘的女子的歌声 根本就是同一首歌 我觉得焦尼大爷心中 一定压抑着 非常痛苦的往事 第二天我赖床了 一直到早晨八点多钟 才起床 我以为我是最晚一个起床的 走到甲板上才发现 大家都是才起来的样子 甚至还有两三个人 没有起床 最活泼的 依旧是沃尔玛那个家伙 他在会声会色的诉说 昨天又多了一个男鬼 唱着和女鬼一样的歌声 他用他的灵觉 保证这一切都是真的 还有 就是那个男鬼的声音 非常地想焦尼大爷 沃尔玛的这番话 让大家的神情 都有一些古怪 显然 除了沃尔玛这个笨蛋 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昨天晚上 又唱又哭的 那就是焦尼大爷本人 至少甲板上 歪倒的几个酒瓶子 就可以证明这一切 乌内沃尔玛根本无视这些 仍旧在会声会色的说着 只是在他一旁的 焦尼大爷都表情淡定 我们这样的旁人 就不好说什么了 任何人都能看出来 焦尼大爷并不想提起这一场 就算除了沃尔玛的每一个人 都心知肚明 他还是不愿意捅破这一层纸 在吃过星哥准备的早餐 简单的准备了一下之后 大清早就开始喝酒的 乌内大爷 充满了朝气的 喊了一声出发 就像昨天折腾到半夜的人 真的不是他一样 腾来号从安全的岗外驶出来 朝着这条危险的河道 继续出发 由于接受了昨天的教训 彭来号一直保持着高速 在这样的速度下 除了非常偶尔的 狭路相防的水生物 会来攻击一下 彭来号也算是一路平安 在路上我时不时的 会用手符招魂帆 去感觉一下 从上面传来的信息 我发现最多的 不过一小时 我们的彭来号 就会达到最终的路 上午十点 夏日的阳光 真正发挥威力的开始 彭来号终于驶到了 这段平静和面的尽头 一个转弯过后 我们看见那个传说中的 河水聚集的深潭 在这里 独辣的太阳 仿佛也畏惧而显得伪问 在彭来号进入 这个深潭的边缘 我仿佛已经感觉不到 那阳光的温度 有的只是一种刺悟的病 我 我看不见东西了 我 我无法驾驶 碰来号过去 星格有些惊慌的声音 这时候从驾驶室传来 这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奇怪 明明就是看得很清楚 怎么是看不见东西呢 我文言 第一个跑进了驾驶室 这些日子的航行岁月 我也经常在驾驶室 和星格聊天 对于船只简单的驾驶 还是会的 如果说星格 真的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我还能驾驶碰来号 进入驾驶室 我特意看了一眼前方 驾驶室的玻璃很干净 前方的一切 都显得非常清楚 怎么会看不见呢 此时的星格扶着舵 忽然的失明 让他异常的痛苦 我先把他扶到了一旁 一边安慰他 这也许是这个特殊地方的影响 一边很自然的 把手就扶上了舵 但此刻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之前还在我眼前 一片清晰的外景 忽然就变得模糊了起来 夹杂着一层萌萌的紫 让人看不清楚 就像是一个近视眼 摘掉了眼镜一般 我的内心也有些慌乱 眨着眼睛 想努力看清楚的时候 发现什么外景都看不见了 只剩下了一片萌萌的紫色 我能看见了 星格的声音在这时候 传入了我的耳中 我叹息了一声 可惜的是 我看不见了 在此刻 我心中已经是心知肚明 是一股影响到灵魂的力量 在阻止蓬莱号的进入 关闭了灵魂的感觉 有眼睛 也一样看不见外景 就好像被伤及了灵魂的人 往往有极少数 会不明原因的失明 就算现代如此昌明的医学 也找不到灵魂 虽然是这样的判断 可我们一群人还是不甘心 反复试验了很多次 证明蓬莱号真的没有办法 驶入这片深潭之中 张尼大爷 用得真好 在水上我们最大的庇护就是蓬莱号 它带着我们前进 提供我们活动的场所 甚至在关键的时候 还能带着我们逃跑 在精神上 带给我们可以依靠的安全感 但在深潭中 这个存在明显是 就要逼迫着我们放弃蓬莱号 这就是赶尽杀绝般的办法 让我们连退路也没有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得前行 在深潭的入口处 一边依旧是悬崖 而那矮山山脉 也就绵延到此地算是尽头 尽管我们要步行进入深潭 只能沿着矮山山脉的尽头走 又进入深潭的位置 恐怕就只有下水 在出发之前 我下意识地沟通了一下 那一杆立在甲板石上的招呼饭 感应到湖中 那多如繁星的点点紫芒 还有一团耀眼的紫色光芒存在 心中苦涩 那些点点紫芒在游动 自然代表了大部分凶鱼聚集于死 而那团耀眼的紫芒 自然就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下水吗 赶尽杀绝这个词语 再次浮现于我的脑海 让星哥把蓬莱号朝矮山靠近 我苦涩 而焦尼大爷却淡定 仿佛这一切都是他早已经预料到的 幸运的是只要不前进 只是朝旁边移动 星哥并没有受到那种来自灵魂的影响 顺利的把蓬莱号就靠在了岸边 我们沉默地收拾起整下船了 赵尼大爷是第一个下船的 星哥站在他身边想说一些什么 但是没有敢说出口 而到我下船和星哥擦肩而过的时候 星哥突然拉住了我 把我拉到了一旁 我没有反抗 而是跟着星哥来到一旁 转头看着星哥 发现他的眼眶红了 他小声地对我说道 你们一定不要失败 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老爷吧 他其实很好 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 我也是一个达利特 是种姓之外最低级的种族 甚至连名字都不配拥有 上层的人羞于靠近我们这个种族 认为我们是不洁的人 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 说话间星哥掉下了眼泪 他一把擦干眼泪继续对我说道 可是老爷从来不嫌弃我们的家族 但我们如亲人 特别是我 从小就受到老爷的培养 相信我 这不是为了利用我 事实上 除了这次行情 他根本没有要求过我做任何事情 可他却给了我太多太多 甚至都用自己的能力 给了我一个美好的身份 让我做一个达利特 也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 诚意 我了解老爷 他一直都不怎么眷恋生命 我都已经习惯了 但这次不一样 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一股压抑的东西 感觉到他在爆发之后 就真正地离开我了 正义 我唯有办法 我很无奈 请你要保护好他 望着在这个时候 突然动情泪流满面的心格 我无言以对 如果可以 我一定会尽一切力量 保护好教你 不说别的 一个晚辈对于长辈 就应该这样做 可是 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就比如如果教你的寿命 是我师祖转给他 那么耗尽了 他依然会死亡 除非用了逆天的术法 强行的维系 但那样其实在害觉 因为后果太过惊人 以上这些原因 这是我对星格无言以对的根本 但想到教你大爷会死 我的心也不可避免地痛了一下 最终 我拍了拍星格的肩膀 说了一句 在老天的允许下 我会尽自己一切力量 让将军大爷活着 谢谢你 星格再次抹了一把眼泪 而走在最前面的将军大爷 像是有所感应一般的大喊一声 成一 你快一点 星格 你没发现你的废话太多了吗 星格赶紧抹了几把脸 咳嗽了几声 用几辆正常的声音 朝着焦尼喊道 老爷 我只是一个人害怕 需要成一安慰一下我 张力深深地看了一眼星格 没有说什么 然后转身就走了 走了几步之后 他才说道 到了 星格 你安心地守在船上 张一 你应该来了 我看了也星格 然后转身就走了 星格的声音 依旧在我背后传了 我是多想和你们在一起 但我只是一个拖累 我很明白 我忍住心中 翻腾的心绪下了船 其实一直以来 我害怕的并不是冒险本身 和许多的未知 怕的从来都只是 我会失去 失去一个个重要的人 对这个 我怕得要命 偏偏又无法阻止 从小师父的教育 就让我从来不会情义地 向老天祈求什么 但这一次 我从心底向老天祈求 找你大爷 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次的危机 师祖留下的法器 一直都是我手持着 感应着我们最终目标的位置 到了这个面积宽大的深潭以后 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目标 很无奈地 在接近深潭中心的位置 这片深潭的景物 阀山可沉 只是深绿色的水 让人一眼望去 就觉得深不可测 另外 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深潭的中央 有一块巨大石头 上面开着一朵 孤独的红色花朵 花朵不大 按照深潭上雾气朦胧的 能见度来看 按说我们根本就应该 看不见这朵 艳红的花朵 可是偏偏就是看得那么清楚 红到刺眼 这还真是一朵奇怪的红花 我试图说起这朵有趣的花 让沉默前行的 我们气氛轻松一些 要知道 这绕着深潭半圈的 矮山山脉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路 我们前行的很艰难 张女大爷拿着一把披山刀 执意的要走在前面 为我们一群年轻人 披荆斩棘 我们阻止 他也强硬的拒绝 他说只有不停的活动着 劳累着的时候 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光辉 可惜以前的他 给不了自己活动 劳累的利用 这句话我们不能理解 可是却分明感觉到悲凉 就是这样的气氛 让大家更加的沉默 所以我才说起这朵红花 大家也试图接过我的话 展开讨论 却不想走在前面的张女大爷 突然停下了脚步 掏出身上的铁皮酒 竟然一口气喝干了湖中 才灌满的酒 然后 他一把扔了手中的铁皮酒 我想 我应该在这里 告别我的老朋友了 尽管他陪伴了我很长的岁月 另外 你们可不可以 当作没有看见那朵 红色的花 你们不觉得他看上去很哀伤 很无助 很孤独吗 我们无言以对 朵尼大爷已经越来越让人搞不懂 每一句话都别有深意 可是偏偏又能直直的就打向人心 让人从心底对他的话产生一个不明 看着朵尼大爷 在朦胧的日光下 显得有些悲壮的策略 我发誓 我不会再提那朵什么红花 再次沉默了 行走了一阵子 我说道 根据师祖留下的法器 我们距离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 可是 朵尼大爷 我们是要下水吗 朵尼大爷听闻我这样说 也停下了脚步 是直线的距离吗 这个深潭是极其不规则的行 他话里的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所在的矮山 到那个目标位置最短的距离 我细心地感受了一下 然后对朵尼大爷说道 现在还不是 但是在前行几十米 就是正对的直线距离了 很好 我们当然是要下水了 朵尼大爷莫名地开心 我不明白他在开心一些什么 说话间他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扔下了随身背着的那个巨大的 不肯让我们动的行李袋 然后毫不犹豫地打开了他 你们这些小辈 说不定就在猜测我带着一大包法器 不不不 我看没有 我是一个除了那一击之外 使不出任何授法的普通人 但那个东西 有什么用啊 这是工具 我早已准备好的工具 我知道一切都不会顺利 有时候要依靠的是原始 那个是最可靠的 我仔细一看 原来姜尼大爷的背包里 有好几块看起来不是很粗 但一眼就能看起来很结实的手 另外 就是两把中型的电锯 他 他竟然带着这个 但是在下一刻 我就反应过来了 姜尼大爷这样的准备 应该是要做木筏吧 而我的猜测显然是对的 在那边 姜尼大爷已经拉动了电锯 哎哎哎 我说 别愣着啊 谁都不想拖到瓦上 所以全部都过来帮忙 我们扎一个筏子 一个就够了 木筏 我嘴角泛起了危险 好东西 至少比我们自己下水 要多了那么一些安全感 可是一个什么保护都没有的木筏 能让我们在那么凶猛的鱼群中存活下来吗 做一个筏子并没有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 仅仅一个多小时 一张看起来异常结实的木筏 就在我们手底下完工了 从开工之前 就扔掉酒壶 全情投入工作的姜尼大爷 看起来心情似乎不错 比起在船上 明显感觉有些焦躁的时光好多了 他甚至有心的和我们半开玩笑的 说一些不招边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没有常识 把以烧油为动力的锯子 竟然叫做电锯 这是一种无知 我不明白姜尼大爷的心情 为什么会突然的开朗 事实上 心格的话我还放在心上 对他莫名的有几分担心 但是在对木筏 做着最后收尾工作的姜尼大爷 仍然是一副专注的样子 至少这个时刻 他看起来不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 我想我们可以下水了 拍了拍完工的木筏 姜尼大爷在脸上有着一种骄傲 他站起来露出了一点追思的表情 啊 很久以前呢 曾经 对 曾经 我们 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人 总是梦想 能扎一个木筏 一起冒险漂流到很远的地方 啊 那个时候 真的是快乐 可惜 我们还是孩子 没有那个本事 去扎这样一个木筏 如今 我一个人也能完成这件事 真的 这很开心 一个木筏而已 姜尼大爷脸上的骄傲却是如此的真实 快乐 也是真实的 我站在姜尼大爷的身边 总觉得这个时候的他 好像是放下了非常沉重的某种包袱 这原本应该是好事 我怎么会感觉 有一丝丝的悲哀呢 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 看着姜尼大爷说道 下水 我看这个木筏最多可以承载三个人而已 我们不多拿几张木筏啊 我这样的话自然是合情合理 可是姜尼大爷的脸上 却流露出一种古怪的人情 那神情感觉就像输光了 却在最后一把 拿出一副绝大牌的赌徒 忍不住激动 忍不住迫不及待的要最后一赌 他对我说道 我想不用 就这一张吧 除了我尔玛 其他人都有我 把你们送过去 送过去 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这话是开玩笑吧 不说别的啊 就算通过师祖留下的法器 我也知道 这水架是多么的恐怖 沃尔玛此刻有些不满了 为什么我不能过去 可是姜尼大爷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沃尔玛 却好像还没有弄过瓶一般 忽然拿了一根看起来比较直的树枝 把它就绑在我们木筏的前头 然后脱下它白色的短袖衫 用一块泥土在上面写上了几个印度的文字 又绑在那根树枝上 看起来像一面简陋的棋子 做完这一切 他这才对沃尔玛说道 第一 你受伤了 行动并不灵活 第二 你有天赋 可并不是一个努力的孩子 带你来是不想浪费你的灵魂力 到最终 可能需要你的接应 老实地给我待在这儿 可以吗 沃尔玛的神情并不满意 但他到底没有勇气违背教你大爷的决定 只能是撇撇嘴 委屈地坐到了一旁 这件小小的事情却让我发现 我其实看清了沃尔玛 一直以来沃尔玛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追求新奇的富家子弟 一个有天赋 却不怎么努力的道家小子 和我们一起冒险 在我眼里也是在他追求 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可事实却证明不是 他受了伤 甚至面对生死危机 也知道这水潭下有多危险 如果是为了新奇 那么到此也该打住了 可是他此刻的不满 一点也不思作为 其实呢 就算他到最后不跟来 也没有人会因此指责他 或者是不满 他却还是充满了勇气和热情的 想要朝着真正的危险出发 并因为有人阻止他 而真的不开心 我忽然发现 沃尔玛其实是在磨码自己吧 想到了这里我走到沃尔玛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觉得以后你会很厉害的 就算在华夏也能成为一个厉害的道士 真的吗 沃尔玛脸上流了这惊喜 当然是真的 这一次只是你的起步 不用做得太过激进 看着就好 说不定关键的时候 就如将你大爷所说 需要你的出手呢 如果你介意 可不可以告诉我 蒋尼大爷在那白山上写了什么 我安慰着沃尔玛 顺便转移了一下他的注意力 沃尔玛果然非常单纯 一下子就去注意 蒋尼大爷写的字 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头 神情古怪的对我说道 那上面写着 蒋尼梦想号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 我想 应该就是梦想的意思吧 其实我也越发的不懂蒋尼大爷 只能是如此的结实 在蒋尼大爷的旨意下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木法 他安排我们分批前进 先去到水潭中央那块大石头上再说 而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一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不可以直接下水的 但我相信 已经有办法收拾水下那些存在 蒋尼 你 最后一个去 我想你一入水潭 会引起了不起的反应 到时 我也阻止不了的反应 蒋尼大爷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很轻松 可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强壮 但我也故意轻松回应了一句 有多了不起啊 水下的那些家伙暴动 你认为呢 蒋尼大爷冲我眨了眨眼睛 然后叫上如月和慧根下水 他们下水的方式很奇怪 只有如月和慧根站在了木筏之上 而蒋尼大爷则是整个人推着木筏 进入了水中 看那样子 他根本没有上去木筏的打算 尽管我信任蒋尼大爷 信任他的那一句 送我们过去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事实上 在他们下水的那一刻 我的心情还是紧张到了极点 水下的那些凶 哪一个不是能吃人的存在 还有那莫名的歌声 成群的鬼物 但是木筏在水中安静地前进着 被雾气温柔地包裹着 在这天地之间 剩下的声音 仿佛只是木筏推开水纹 传来水波的声音 蒋尼大爷一边游动着 一边推着木筏 惠根和如月站在木筏之上 微微有些紧张 其实这一幅幅的画面 就像是在迷幻的电影中 让人在这种氛围下 渐渐地把心情放松 不会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所以 我注意到一个微妙的细节 那一朵开在巨大岩石上的红花 则微微地颤动 仿佛是被一种剧烈的情绪所带动 而忍不住身体在发动 一朵花也能有情绪吗 我微微吐出一口气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过了好一会儿 蒋尼大爷终于推着木筏 要接近那个岩石了 我的心情又莫名地紧张了起来 可是蒋尼大爷 却哼起了一首印度的小调 低着 婉转 哀伤 我的心情也跟着起伏 我分明记得 这首小调是蒋尼大爷在昨晚哼过的 当时他的情绪激动又哭又笑 威尔玛这个傻子 都这个时候才发现了真相 惊讶地在那咿呀呀 拉着诚心哥 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却无心理会这个事情 只是静静地站着 看着蒋尼大爷 把慧根和如月送上了那块大银石 你们不要接近那朵小红花 蒋尼大爷是这样吩咐到的 然后跳上木筏 这一次他没有自己下水去推动木筏 而是用我们准备好的简陋的船桨 拽动着 拉他回来了 下一波人是露山和陶白 就这样 仿佛是每一个都要进入那充满迷雾的电影一般 蒋尼大爷来回地奔波 送我们过去 让我们走进那一幅安静而迷幻的画面 那朵看起来很是微小 若不经风的红花 一次次地颤抖 就好像终于忍不住在哭泣 从上午很早出发 到了中午十一点 终于蒋尼大爷把大部分人都送过去 只剩下了我和沃尔玛还留在矮山之上 就如蒋尼大爷所说 这只是一件小事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 木筏再一次回到矮山这边 蒋尼大爷全身湿漉漉地走上岸了 他身上穿着的牛仔裤已经完全的湿头 他裸露的上半身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 可是在那一刻 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 我却感觉到一股说不出的气场围绕着他 像一个英雄最辉煌的末路 诚意 该你了 我们一起去迎接那了不起的风暴吧 蒋尼大爷是如此对我说着 脸上带着一种异常安宁的微笑 那微笑就像是那个拿了一把好牌的赌徒赢了 所以内心安静了